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在飞机上面使用或者是为手机充电 对的 那么现在使用的手机电池大多是离离电子电池 那么引起电池爆炸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如何避免呢 好 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的嘉宾南大电机与电子工程学院副教授 谢国祥副教授 谢教授您好 大家好 教授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离离子电池是吧 这个以前的涅格电池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的 涅格电池它是属于一个有记忆效应的电池 离离子电池就没有这个问题 比如打个比方说什么是一个有记忆效应 比如说郭亮 你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人 比如说你今天吃饱了 那你要等到肚子饿了你再吃 如果你等他还没有饿的话 你拼命给他吃 拼命给他吃 他有个记忆效应 后来等到他真的饿了他也说我饱了 所以不再继续吃 所以电池也是一样 它以前那个旧式的那个可充电的电池 也是同样的道理 它是要你完全把电放完之后再充电 所以你如果一直还没有 电没有放完 你一直充电的话 久而久之后它有一个记忆像是 我已经充电了 不够了 其实它还是不够电的 所以很多时候就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能储藏电量就越来越少 目前这个离子电池就没有这个问题 有点像一个狮子老人这样 你可以一直给他喂他吃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话 所以你在充电器的设计方面 要更加的严谨 你不要让它过度的充电 对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电池 它会知道自己已经充满了吗 还是它会不会不断地自己延续冲下去 然后伤到整个机器 所以为了要解决离子电池 没有记忆效应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充电器都非常有智能性 所以当你充电的时候 开始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电流来充电 充电到它的电压到了一定的数值之后 它就锁在那个电压那里 那么它的电流就慢慢地减少 所以到那个时候一充满电的时候 它里面内部有一个砖子把那个电影给切断了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第一 其实白天充几次都无所谓 第二呢 晚上充一晚上也无所谓 对不对 所以班上离子电池呢 所有的那个制造商 它会给一个所谓的充电和放电的循环次数 比如说是500次 所以很多人有一个误解 就是我每充一次电就是一次的循环 不是这样算的 比如说今天我用手机 那么我用了大概只剩下60% 我用了40% 那我就充电40% 那明天呢 我再充电60%的话 两个加起来是100%的话 虽然我充了两次电 不过那个周期来讲是算一次 算一次 所以总数来讲是大概500次左右 那我至少就是到100%算一次 对 那这样到底是每到100%这样算一次 我会对电池比较好呢 还是我每次用一点就充 用一点就充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它非常像狮子老人家 所以要少吃多餐 所以一般上 因为为什么那个离电池呢 它的电池呢 如果它的电压太过低的话 其实它需要做的工作更多 所以帮上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大概你的电池 剩下40%到50%的时候 你就充电 充到了90% 然后就停了 就停了 那么后来用到 剩下15%再次充电的话 这样对延长的说明会更好 我可能可以延长多久啊 这样子 就看你 都无尽其用 你的手机都已经换了 别问多久了 一般上正常的人用法 就是说你一般电池算500次的周期的话 可以用上两三年了 对啊 没有问题 都不会有问题的 对问题 不过如果到了500次之后呢 因为整个充电的过程当中呢 它有化学效应了 它会产生一些杂质 那些杂质会符合在那个电极上面 所以它的有效面积就减少了 就是说以前它本来可以充电 充满一次电 它可以放电的时候 时间可以两三个小时 那现在的话 因为它那个面积是减少了 有效面积 所以它所能储存的那个能量 也慢慢慢慢地退化 也就是所谓的电池慢慢会损耗 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在充电的时候 能不能用手机 包括打电话 发message等等 我觉得没问题了 最重要是说 你用的那个充电器 对那个电池 反而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反而是那个充电器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充电器 就是它有经过那个安全测试 你不要忘记 充电器它的进来的电源 是230伏特 就我们通常用的那个三角插座 那出去的是直流电 非常低电压的 所以最怕是你那个 进来的一个230伏特的电源 不小心的话 它有一个地方短路的话 可能会造成 你手机会的 对 你会出电 会出电 是静电的那种出电 还是真的被电流电 挖电线如果碰到它外壳的话 你不小心碰到 可能会出电 所以这个所谓的危险性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是对于手机有什么伤害 不是手机 所以这个你要 一定要购买 有那个安全规格的 那个充电插座 对 因为充电器 其实有很多 所谓的仿冒品的话 一般它的安全规格 可能没有符合标准 是的 几年前我有碰过一件事情 那时候我的手机 什么牌子就不讲了 反正那个电池是能拿出来的 对 但是放在裤带里面 它会自己温度慢慢地升高 自己升高 对 它的温度会不断地升高 就会发烧 会 然后怎么办 尤其那种你人在外面 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的时候 对 所以如果你是觉得手机很热 比平常都比较热的话 如果你有没有用开什么 启动什么应用程序 那第一件事情 就把它给关掉 打开你的手机的壳 然后先触摸 那个电池是不是很热 如果电池不是很热的话 它通常是手机里面的 那个电路板出现的问题 所以不是电池的问题 不是电池问题 不过如果电池非常烫的话 那么最好呢 你就换了一个电池 如果你有个朋友 就是用同样一个手机的品牌的话 那么换一个电池来看一下 如果同样事情发生的话 那么你要去 充气那个手机之后 你可以要检查 对 理论上来说 这个离粒子电池 在使用过程当中 应该是本身不会发烫的 应该不会 就是它就算会的话 一般上它温度不会很高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最近所发生的爆炸的事件 是非常非常少罕见的 是因为在电池制造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里面 它有一个正电极和负电极 正负电极当中有一个结缘体 让它们两个不能接触在一起 所以那时刚好 在整个制造过程当中 也差了一些杂质 所以变成它那个 隔岩的能力就差了一些 所以变成里面那内部短路 内部短路太短路的话 它电力就非常高 温度可以升得非常快 等到你还没有发觉的时候 它就爆炸 对 像这样子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 也会有任何的外部的因素引发 例如在什么样环境底下 容易发生这情况 一般上比如说你碰撞 你敲到很强的冲击力的话 它会影响里面的一些 可能那个结缘体 受到一些损害 不过目前的所谓的这些电池 都经过很严谨的测试 所以它距离是很低很低的 对 所以就算我们现在那个手机制造商 它回收这些是为了给一个顾客 一个更好的一个安全的一个 就是一个保证 其实不是说每个电池都这样 对 尤其是有些手机电池还不能随意更换 对吧 你根本拿不出来 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就是讲到 在加油站不允许使用手机 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般上来说 人家可能是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说手机会爆炸 对 造成雨在加油站 所以造成加油站那个气体烦烧爆炸 不过刚刚我讲的话 就是非常非常可能性非常低 除非就是那个电池里面它短路 我也说到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另外人家说可能是电磁波等的能量 造成这个气体的引爆 也是非常低 因为我们所用的手机 它所发的那个能量是非常低的 一般上我在看所有的报导当中 可能性比较高的是静电的一个放电 就造成静电放电的时候 有一个火花 那火花就点燃了那个附近的那个气体的话 就被燃烧 所以你看国外的一些打油站 它们都有一个地方是给你的身体放静电的 然后再打油 不过在新加坡你还不需要这么担心 因为新加坡相对来讲 我们的那个相对湿度是很高的 对对对 其实就算我们在这边 算我们在这边走路会有静电 不过你出到外头的话 那个湿气很很 对对对 就很少这种静电 当然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池已经是跟以往的很不一样了 那请问将来下一代的电池 现在我们已经大概有个眉目了吗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 超级电池 对对对 你看现在目前那个离子电池 它大概是70年代开始开发 到现在才普遍的采用 所以是很漫长的路 现在我看过很多都有很多新的科技 那么有一个科技我可能稍微提一下 它们叫做那个超级电容器 电容器就是我们电子零件的一个部分 我们有电阻 电容 还有电砍器 所以电容一般上它能储藏的能量都不很高 不过根据过去几年很多研究 有更好的一些材料 它能储藏更多的一个能量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诗成员 面部网友留言 也可以浏览我们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节目的网站 这样能够成为节目 以及观赏网络独家视频 好 今天诗成员就到这里 明天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